中国女排队员张长宁本次没有随队参赛 但是她通过电视转播关注着球队 对于队友们的表现张长宁感到很振奋 一起来听一下她对比赛的解读 首先恭喜中国女排获得开门红 这也是一场先一后扬的比赛 可以看出全队做足了困难准备 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 自身条件很快 临场应变及时 玩强拼搏最终团结一致的拿下比赛 第一局比赛作为整个系列赛的开始 中国女排一上来打得略微紧张 没有完全进入比赛节奏 攻防两端都受到了较大的冲击 针对性的篮房没有起到效果 前后排篮房配合不够 感觉还是受到了心态的影响 没有完全沉下心来 从第二局开始可以看到 中国女排渐如佳境 稳定了一传后 由副攻当刺刀拉开了进攻的局面 给两翼的攻守减轻了压力 发球也逐渐增加了攻击性 带动了整个防守反击体系 狼王骑士给对方的主攻施压 我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反击机会 左右两翼攻守找到感觉 特别是在后两局末关键分时 顶住压力毫不手软 为比赛的最终胜利打下关键一击 本场比赛我们四人得分上双 全面开花给团队增加了信心 为之后的比赛打下了基础 相信中国女排也会及时总结 这场比赛的不足 后面有更亮眼的表现 加油 中国女排能够逆转赢下比赛 张长宁认为主教练蔡斌的 两次换人调整起到了效果 这两次换人是中国女排 本场获胜的关键 今天的两次换人也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次是换了小主攻的位置 由王云露替下经验 相比之下 王云露的遗传更加的稳定 为一公做好了保障 两位队员作为新人参加 处女秀打得都有些拘谨 没有完全放开 相信他们在后面的比赛 能够打得更好 第二次换人 是在第四局开局落后时 换下凋零羽 由丁霞进行主传 前三局 凋零羽发挥的还是挺不错的 激活了王云露和龚翔羽的进攻点 特别是王云露的深前球 也成为我们进攻战术中的亮点 但在第四局开局 明显看到 荷兰女排有针对性的篮房 逐渐的习惯了我们的进攻节奏 这个时候换上丁霞 不一样的传球节奏和思路 立马给中国女排打开了局面 复工的身后球突破 给大家留下强有力的印象 再拉四号位强弓 调动了李盈的进攻 场上全面开花 最终战胜对手 接下来呢 到了我们为本次世界女排联赛 新开辟的小本块 红花选手 也就是呢 请嘉宾来评价一下 本场比赛谁的发挥最好 给他发一朵小红花 我们来看看张长宁 把小红花发给了谁 其实这场比赛真的特别难选 每一个队员都为团队贡献了 至关重要的力量 开局作为队长的袁新月 是队内最强的得分点 攻篮两端都是队里发挥最好的 稳定了军心 调动了队友 逐渐 王源院的身前战术找到了感觉 短评和进体块 给对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落后一局的中国女排 打开了局面 龚小宇在攻防两端都顶住了压力 二后卫打掉结合 撑起了右翼 前三局 李盈应承担了很多调整攻 打得相对被动 在第四局的时候彻底爆发 小鞋 直线 平打 各种得分手段运用自如 带领中国女排反超对手 最终赢得比赛 综合评定 最后选择得分最高的王源院 为本场最佳 可以看到 无论是身前的短平进体块 还是身后的短飞和长飞 在今天的比赛中都有亮眼的发挥 并且 虽然前半段篮王起跳时间偏早 没有找到节奏 但随着比赛深入 渐入佳境 也有拦往得分的入账 所以 我想把小红花发给她 也相信不仅是王源院 所有的队员在后面的比赛中 都会发挥的更好 打出最佳状态